现在绝对不能买的三款iPhone 买了绝对后悔一整年 记得点赞收藏的这部视频 分享给你身边要换手机的朋友 避免买到后悔 第二款12 Pro Max 当年发售价8999 现在聊天做的都没有人要 你别看外观虽然非常高端大气 但你看这么一对比 12 Pro Max 13 Pro Max 14 Pro Max 15 Pro Max 这12 Pro Max颜色是不是也不逊色 但是你买手机也不能过看颜色 这个手机我跟你说 聊天刷视频还可以 但是想用它打游戏 想都不要想了 就这款芯片它的功耗非常高 不光特别卡顿 而且还特别发烫 而且它是当时苹果首部 搭载5G信号的手机 当时5G信号各方面都不太成熟呢 信号差续航也不行 你不带个充电跑 根本出不了远门 它跟13 Pro Max仅仅只差了800块 13 Pro Max不仅续航和性能更强了 而且你拿回家再用了三十年 完全不会卡 它的屏幕带有120Hz的高刷 用起来可比12 Pro Max要留下好几倍呢 而且它搭载的信号 5G的还优化升级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手机无服务了 摄像头都比12 Pro Max要大一圈 你觉得这800值不值呢 像我们手里这笔货都是99新的 你看你身边的朋友 用的是13 Pro Max多 还是12 Pro Max多 你就知道了 销量证明一些 好了兄弟们 还是那句话 想买靠谱二手机关注的问 就对啦 谢谢大家